乘客在車廂內尖叫狂奔 臉上滿是驚恐 後方車廂甚至出現火光 下一秒更傳出爆炸聲 农煙瞬間充滿整個車廂 列車緊急停止之後 等不及車門打開 民眾直接從窗戶逃出 現場一片混亂 24歲嫌犯伏不公泰 身穿電影蝙蝠俠中小丑的裝扮 犯後甚至還坐在車廂內 翹腳悠閒抽煙 等待警方逮捕 而他也公稱非常崇拜小丑這個角色 因為工作失利加上交友關係不順 今年6月就濃生殺人念頭 根據警方調查 福布希望殺人被判死刑 還因為覺得東京可以殺死更多人 9月還特地從福岡搬到東京 選定了急行電車的原因 是因為行駛時間較長 乘客無處可逃 更表示自己參考了8月的 小田級隨機砍人案 才經過短短兩個月就傳出連續兩起 電車內隨機砍人案 何時還會再度出現模仿犯案 已經導致日本社會人心惶惶 記者廖婉宇報導 你得到馬力告訴我 你 passion真正好 你可以替他 你不得到 你不得到 4月 你不得到 封面 你好 你不得到 你不得到